儒家自律是一场自七七人的传统叙事 曾子曰 无日三省无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这是中国人关于人性如何自律的伦理学表述 表面看每句话都对 要自律 要真心 要呈现 要学而实习制 然而 人们虽然能够背诵这些格言 但却做不到 行为方式上甚至完全背离了这样的格言 面对这样的人性现象 一个有问题意识的人 首先是要承认人在自律的命题上 永远无法做到执行合一 这够成人的困境 长久来看 人类从来无法有效管理自己 圣经直接写出这样的句子 你们的心里固然愿意 但身体却是常常软弱 记家这句话 理解他 理解人性的理所当然的优暗性 一个人就不会单向度强度自律的意义 也不会单向度否定自律的重要性 而是要进一步展开自己的问题意识 比如 我们应该追问 一个人到底应该依靠什么机 准条件来实现自律 自律到底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终极诉求 还是一种开放式纠错的过程 康德的表述是人必须依靠上帝的绝对命令 这是实践理性批判中很大的一个思想建构 人的伦理秩序必须要有上帝的绝对参与 否则人的伦理秩序不能成为可能 这够成人类伦理秩序的原因 找到了原因 过程就会展开 中国的儒生依靠什么基准条件来自律呢 大的范围来看 儒学强调的是依靠天道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意识是 天道是什么 是否有明确的诚命 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上 我们发现儒家不去追问什么是天道 而是用一个虚无的想象 把天道架空 进而靠住人的理性来赋予天道一些内容 由此 中国人的问题意识 在最基本的问题上犯下了天地之间最大的错误 这题错误简单表述为 天道等于人对天道的想象与理解 这是对人的伦理学原因的玄制 是中国文化传统典型的惊人的对天道的鉴约 使人类理性所犯下的最严重 也是最彻底的错误 当我们讨论天道的时候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既然是天道 那么天道一定高于我们人类 既然天道高于我们人类 那么人类对天道的认识 必须依靠天道自身向人类启示 天道之事 不能由有限之人强行解释 虚无猜想 人类关于天道的方法论 要模式等待 要模式侧耳倾听 没有原因 怎么会有方法呢 孔子的道德哲学体系 从头到尾都是对方法的陈述 看不见半点关于原因的追寻 没有原因的方法和没有原因的过程 通常都是道德审判 都是对他人的欺骗 所以对于人类而言 圣经这本书就是上帝话语启示之书 启示这样的概念 在人性论和认识论的意义上 变得极为重要 一般意义上 只要没有倾听上帝启示 人就会变成自我为天道 自我为意的骄傲之人 一个骄傲的人 在哲学的意义上 就是玄至终极的原因 同时把自己理解为原因 一个骄傲的人 在行为学的层面 做任何事情 都试图依靠自己 可是自己是谁呢 这是一个哲学的基本问题 儒家不追问我是谁 却试图依靠自己来展开自律 如此 曾子的自律格言 后来必然变成了自欺欺人的传统叙事 深深奴役住每个说汉语的人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